三個中產黨, 今天講一些文青的事情 由一個人氣的歷史學家 你問我, 似是歷史學界的Piccati 很暢銷, 推出了三本書, Harari 推出了人類大歷史, 人類大命運 還有一本是21世紀, 21世紀, 21世紀 我要先告解, 三本書我賣齊了, 但我沒有詳細看 但我想全地球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我沒有詳細看, 但問題是, 其實我買書通常都會看完 但為什麼他看那本書, 會排到這麼厚? 我不太喜歡大歷史角度 大歷史角度不是王仁宇的大歷史, 而是從萬曆的日子 慢慢拉闊去看整個明朝的東西 他是由錫希時代, 一直看到未來 你給我的感覺是什麼呢? 像手中自從有漫畫叫火之鳥 由石器時代, 又說到未來編 大歷史有一個問題, 當然你可以說到一些很漂亮 但問題是, 你拉到這麼闊, 就變成你一廂情願 很大程度上, 就是你覺得是這樣 而你是很難用什麼實證去配合 所以, 結果就變成一個演講比賽 不是我很喜歡的 因此, 他是這麼紅, 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 或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 我以為你兩位都很喜歡看歷史 比我好多, 所以我提出說他很紅 我都預料大家真的喜歡歷史的人 對他可能會有意見, 而且他以我的理解 他當時未紅的時候 在歷史學界都不是一個特別出名的人 我想他出名的都是因為這本書 之後就有很多人, 變成了Bestseller 然後有很多訪問 他說話又是挺厲害 雖然他的英文不是很標準, 因為他是以色列人 他教書的地方, 他都在以色列教書 除了這幾樣, 我想他的身份 因為他的身份, 以色列人已經是特別的 在美國人的眼中 不像Taylor的夥伴 Trevusky也是以色列人 對, 美國人來說是很瘋狂的 另外, 因為我以前美國有很多朋友 我認識了幾多女生 我認識到一個以色列人 跟他一起拍拖為榮 覺得在CV上 我都想做 真的有這件事 覺得他們很智能 很特別 另外, 他還有一個身份 就是他跟性戀者 我忘記他是幾歲到出位 他自己有說過 這也是在公眾知識分子裏面 被人覺得是很吸引的 這幾樣東西 我看過人類大學史 但沒有深刻印象 所以就不記得了 但問題是 如果你跟Henry說得對 就是 我對於那些由四季時代開始 雖然我都有時會這樣說起 這個說法 那個興趣就不是很大 但其實我對於歷史解釋 那個興趣是有的 其實所有的歷史到最後 都是一個對歷史的詮釋 除非你已經去到 孔子寫春秋 這天發生什麼事 他最客觀的做法 如果不是 其實所有的歷史都是一個解釋 都是一個脈絡的解釋 大家以為是讀一個客觀的歷史 讀什麼 其實如果你的歷史 不是有一個人類的詮釋 就已經是 沒有辦法能夠射到的 正如我們現在講的逆權運動的時候 是一定有一條脈絡的 如果有脈絡 其實如果大家 我覺得 讀歷史會不會讀得比較 不是那麼好的原因 譬如我覺得大陸人讀歷史好些 因為他們學過馬克思 其實馬克思的人經常說 馬克思讀歷史 讀歷史是他發明的 其實不是 馬克思只不過是 他們這麼多人 人家講了歷史創的那些人之中 他是寫習文最厲害的人 然後馬克思把那些人寫在一起 即是你不看到方向 看到一個大趨勢 譬如中國的大趨勢 當年的時候 來到中國近代史 有一個什麼大趨勢 是幾個國家列強在 列強爭霸 或者一個怎樣的氣候 或者譬如你 如果你研究民主 你不是一個很大的角度去看 你是看不明白那樣的原因 是為什麼的 好 那我進入正題了 就講了為什麼 我覺得是有需要講這個學者 還有為什麼他這麼紅 還有為什麼我會覺得 香港這麼久的公共事益分子 都沒有quote他的東西 或者有系統 怎麼講他 是覺得非常失敗 為什麼 他講了兩三樣東西 我覺得是 在這個時候講 他講得好的話 是解釋到為什麼他這麼紅 其中一個我今天 嘗試一下集中講兩件事 他就是講Fake News 為什麼Fake News 其實他已經紅了一段日子 紅了幾年 差不多五九十年 可能紅了大概五六年左右 大概是時間 那為什麼會這麼紅呢 他其中一件事 第一本書有強調的就是 人類 他講人類 其實跨了不是歷史的角度 他從這個生物的角度去講 為什麼人類是怎樣的東西 這不是他最大賣點 他就不是由什麼 原人開始講起 他就由整個大自然界 那個基因發展開始講起 那怎樣去跟Fake News去掛鉤呢 因為你知道 歐美國家 就是過去幾年 很多人就講Fake News這件事 他就連系到這件事 有很多人講Fake News 但就沒有講過那個角度 就是說 人呢 就是喜歡聽故事 人為什麼能夠主宰這個世界呢 幾千年的時候 其實我這個人 和一隻猴子 沒有什麼大分別 在這個世界的影響力來講 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人又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在這個世界上 做一點點事 就是一決定可以影響到整個地球呢 就說我們和猴子 就是講Chimpanzee 他講的分別就是 如果我們一隻Chimpanzee 和一個人 丟到一個荒島裡的話 他覺得人類是會輸的 就是從生存的角度來講 但是人類 集體來講 就不同了 那集體來講 他講的角度是有少少少 counter-interuitive 而是之後你覺得 哦 是哦 他就說 人類不同動物 其他動物 你一隻猴子跟他說的話 那些招就是招 那些樹就是樹 那些提子就是提子 那些 他對世界的認知 就是有那樣 那樣 很直觀的 很直觀的 他們的記錄不是說沒有記憶 不是說不懂 沒有語言 不是說不懂溝通 人類的不同 就是說 人類不懂得作故事 而那個故事 不需要是真的 但是 作故事 不只 還要有人相信 其實他的說法 是有少少少貶低 人類就說 喂 那你也相信的 例子傳統之後 說什麼呢 宗教 他說宗教 他不要說貶低宗教 宗教 相信的人 當然是相信自己的宗教 但是不相信 宗教的人 就是說 我只相信自己的宗教 其他宗教全部都是故事 其實人類有這件事 有些故事 不是有人相信 但是 有時候 是 足夠的人相信的時候 就是 譬如說 兩件事 就是說 好的故事 就真的幫到人類的文明 是發展得很好的 但是不好的故事 就會引申很多問題 但是這個故事 這件事 就連繫到fake news 大家都會相信這件事 我講的就是一個 歷史脈絡的問題 你在歷史脈絡 那裏 知道你是對 那個脈絡 你不需要那件事 是真是假的 就是 經哥究竟有沒有 次巡王那裏 說過的事情 是不需要是真是假的 OK 只不過 在歷史脈絡 大家是接受了 那件事 就是那件事 其實 所以我講的 一個fake news 的時候 他講的那個例子 譬如說聖經 我並不認為 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 或者普通的基督徒 他不是很虔誠 他真的會相信 阿娃吃了果 或者聖經 發生了很多很無謂的事情 他是相信的 只不過他選擇性 相信 我想大部分的基督徒 都會覺得那些很無契 現在就是分了他的研究主義 就真的相信 有些就是世俗化了 但是問題是小 所以只不過他放在那個 context 就相信 如果離開那個 context 就不相信 如果你是講歷史去解釋 所以說是講歷史 他講的那一套 不是一套很新的東西 即是股市的時候 在100年前 即是在馬克思那年代 大家已經講過這些相同的東西 譬如說 也有些假的歷史 他假得來是真的 甚麼是假得來是真的 譬如我們看 在Jane和Austin寫的pride and Prejudice 他的故事是假的 但問題是 我們在故事上 看到當時的時候 社會的脈絡 那些人的事件 那樣東西就是真的 所以究竟假和真的 究竟那樣東西 是不是相同 是要在那個脈絡出來 譬如說 那些人說 現在說 那些女性 示威的女性 有沒有跟男生發生性行為 那件事是假的 那件事是假的 但我們會相信 這件事雖然是假的 但我們仍然是知道 這些事是會有的 所以究竟是不是假的 在那個 context 那裏 或者是真還是假的 如果是一個歷史哲學 歷史分析來說 可以用很多種方法去解釋 所以最重要 就是我們可以去看 整件事的脈絡 如果我可以用一個 純從一歷史最後一歷史的折衷 去證明 你一個機佬 然後我可以用一百萬個 你無人證明 你搞了多少 我都可以證明到 你其實不是搞那麼多 其實只不過是 你那個機佬的一個反射 或者是什麼 我覺得 如果你去到這樣的方式 去分析的話 就比較是 我不是說沒有意義 但其實是 一路以來 都是有人這樣說的 你覺得他好像是 時勢做英雄那樣 因為近來歐美社會 這麼喜歡說fake news 覺得這麼有問題的時候 尤其是覺得 因為互聯網 所以這件事是新的現象 他只不過是告訴你 其實這件事不是 這麼說 正如我之前所說 馬克思說的 全部人都說過 馬克思是一個寫得很好的習文家 他將以前的人說過 那些東西再寫出來 他也是一個很好的寫作的人 即是他是一個good writer 所以他的東西不算是新的 但他將舊的包裝出來 正如 Synthesize 沒錯 這次已經可以 你有一個Story 首先要搞清楚 Story和Facts的分別是什麼 Facts 有很多事情 你都要靠死的硬背 有些會很冒趣味 Story 可以連繫很多Facts 然後用一個你喜歡聽的方式去做 所以好聽的故事便會留下來 不好聽的故事便會被淘汰 但好聽的故事便不代表是真的故事 但無論是真假也好 他也是產生了一些功能 星星和人類的分別 你可以靠故事去記錄和傳播一件事 但如果是Facts 你很快會忘記 你只能靠基因去記錄 你靠基因就是你不聽這個故事便會死 不就是不聽Facts便會死 但Story是很容易去擴散 這是一個分別 但其實講到尾 因為時間差不多 我不詳細說 他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他便是寫了幾本書 有很多東西可能都是穿作附會的 因為你寫得這麼長 我便不會相信你說的話 所有人都會認同 或是搜集資料 他便是一個例子 我便是一個好的Storyteller 然後令到之前有人說過 有些人不認同 但我便成為一個暢銷的作家 跟現在的網台節目都一樣 現在的網台節目都是有很多 你明明知道是假的 或者你在網上看很多Content Farm 你明知道是假的 你不明白的 有些人不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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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有人看便可以 這是我們一般人 全部都在經歷的事 當然會有好結果 亦有壞結果 他便說 史達林、希特拉 這些都是壞結果 但大前提便是 這種就是沒有辦法的人性 你可以某程度作出修正 我們便最喜歡踢爆這些人 我最喜歡把那些 就是good story teller 他們背後說的東西 有多無料 有多錯 但問題是最終賺錢 就是good story teller 可以踢爆他們 其實他講的一件很好的 就是人性就是喜歡聽好的故事 你踢爆一個好的故事 你是很順利成 將會被人排斥的 明明這個故事這麼好 你為何要參考 又或是白雪公主的故事這麼好 你為何要拍隔林童話這麼好 你為何要說原版 原版那麼血聲 我便不想聽 這個就是某程度上 所謂故事基因的優勝劣敗 但優就不代表他真 優就只不過是他更加純意 聽說的 真假 白雪公主被王子去射完之後 然後醒來那個事實 但那個王子究竟是喜歡他們 一個戀屍癖 還是一個變態人 而白雪公主究竟是否搞那七個示威人 那七個示威人是否跟那七個示威人 什麼關係 或者七個示威人 其實只不過是被換弄的 那些叫做收兵 那些就是一個屎寸式的問題 好,這次就到這裡